这位是高雄在地美味 不过现在飘出了一点点选战位 高雄市议员黄杰大旦针脚 吃的一脸满足 事后还PO网 其实他大口吃的美食 地点不在自己的选区凤山 而是男子跨区来吃 还PO文印发无限想象 这是泪表态吗 愿一批绿袍选左南区吗 黄杰态度开放 但没给肯定答案 就像脸书上写的 参选左南区立委的意愿 该说的都说了 而在黄杰PO文后 五个小时 另一位表态争取 民进党左南区立委提名的 在地议员李博弈 也PO真狡猪 李博弈说 这是男子在地必比的美食 还没完哦 另外一位在地议员黄文志 也贴文 说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三人接力PO 明天美食照隔空 较劲易伟农 那千里迢迢的从凤山来吃 不如你在这边究竟吃呢 在凤山没有开分店 民进党也要赶快去 整合所有的力量 包含声量 包含力量 包含在地的这些 支持者的想法 这些我们都要赶快的来整合 尽快让这个人选确定 成功不必在我 但成功一定会有我 而国民党初选胜出的李博珍 因为茶具小对手提出申诉 民进党则是三强鼎力 谁出战 蓝绿都还悬而未决 而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下个月就会提出最强人选 三个人谁出现还不知道 但每位针脚绝对是这次的最大赢家 华市新闻宋伟绝许闻来高雄报道